你可能不相信,这里呢,就是西部最有钱的一个小镇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贵州茅台厂所在的小镇,叫做茅台镇 这里到底多有钱呢,据说是人均GDP达到了100万元 今天呢,就随我的镜头看过来,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富有 昨天呢,驱车100公里,来到了茅台镇 我都不敢相信了,这居然是个小镇 中国西部最有钱的小镇,看看啊,我前面这个呢,就是茅台国际大酒店 哇,这个小镇建的呢,非常的繁华,你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个小镇 我们以往见到的小镇呢,也就两条街完事 我昨天呢,就睡在这边这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不贵啊 24小时之内10块钱,很人性化 这个茅台镇呢,每当下雨的时候就会发出一种酱酱酱的味道啊 如果不想花钱喝茅台呢,可以来这里,闻闻这个气味啊,但是不要太贪 这边呢,是茅台镇 基本上是一个镇的中心,最繁华的地方啊,上面有个坠里水街 昨天我逛了一下,这里面全是那个吃饭的,全是烧烤的 沿山而建的,非常的长 这边呢,是一个地下的通道 从这里可以绕到那个,茅台酒厂的一车间 对面这还有茅台农商啊,真不敢相信啊 不仅有银行,机厂,国际酒店 所以说这个茅台是相当厉害的啊 茅台呢,据说是这个员工的人工工资一百万 但是可能啊,这个并不是真的 据说是啊,人均工资二十万 但是它的员工也非常多 大概有个三四万员工 这个旁边呢,就是赤水盒啊 据说呢,茅台酿酒呢,就用的是赤水盒里的水 很漂亮啊 秋天呢,这个花还开得这么的茂盛 我们看一看对面啊 对面这个茅台小城建的像这样的楼 数都数不清楚 可能有几公里长,非常的豪华 这些楼呢,我感觉像什么楼呢 你看中间那边全部是窗户,全是木楼 这是什么风格呢 像那种巴鱼风格的建筑 但是这里是贵州啊 今天还下了点小雨 这个前面是什么呢 这是红军四度赤水的一个纪念园啊 红军呢,飞夺卢定桥 四度赤水,强度大渡河 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这边还有一个,据说这个山顶上有一个茅台的天亮景区 可能是茅台一个分厂里面的什么工艺 这个我还没有去 哇,下雨天里的赤水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烟雨缭绕的 那个话怎么说的 这叫什么啦 这叫什么啦 山鸾,层地 既看得清楚又感觉像看不清楚一样 这是一个四度赤水的纪念的铁的雕塑啊 这个前面呢,是什么呢 是一个1915广场 什么叫1915广场呢 这个是,呃,就是茅台酒一衰成名的一个故事啊 1915年呢 茅台呢,在这个巴达马万国博览会上啊 茅台酒获奖一衰成名 这个还有一个典故 由此呢,被世界认可 基本上呢,可以说这边呢,是一个茅台镇的城市会合厅啊 这边人都在排队做核酸 这一天疫情又严重了 这里,这里一个破碎的瓶子啊 其实啊,当时这个万国博览会啊 有两种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呃,茅台去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 是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呢,把这个瓶子摔碎了 然后这个酱香味道呢,飘满了整个大厅 为世界所认知 还有一种呢 是说这个 当年啊,工作人员打开瓶盖以后 飘出香味 为世界所知 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啊 这个 包括五粮叶啊 还有这个 嗯,粉酒啊 其实都在这个 1915年这个 万国不乱会上获过奖 我们进来看一下 茅台就我们众所周知 其实在开过大典之前呢 已经被确定为了国酒 应该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我说的不对呢 请指证啊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哇 这个里面还有回音啊 哇 这还写着一件事情应该对上来 本烧房开设贵州人怀县细数茅台村墨 村墨 这是 有年 什么叫图蒙各 借家许民国四十 民国四年 民国四年 1915年 这就是说的那个 万国博览会的事情啊 沿台接耳上写着四个字 神秘茅台 可能这个太远看不太清楚 哎,这里的建筑真是 太震撼了 整个呢 是沿着赤水河两岸所建 非常庞大的木楼建筑啊 我就很纳骂啊 这个木楼这种建筑 到底它是坚不坚固呢 也许是南方山区才有的特色 我们现在呢 踏上这个对面的台阶 然后看一看神秘的茅台 到底有多神秘 其实在可能在清朝以前呢 很多人还并不知道茅台 这个牌坊上面有一幅对联 是这么说的 其实是一首诗啊 是清朝诗人郑真所说的 蜀岩走贵州秦商聚茅台 就是说呢 描述了当年茅台镇的一个盛况啊 贵州呢缺盐需要鼠盐来寄 而这里呢 又要从水路变为汗路 说的呢 就是当年这里的一个烟家渡口 是水路变汗路的一个渡口啊 当时呢这个渡口十分的凶险 有诗描述 水中巨石重重流水汹涌狂奔 卷起千堆雪 这上面写的一个茅台的发展历史啊 乾隆十年这里才通周期 而正是由于这些马帮和船州呢 把茅台运往各地 由此呢茅台才出名 茅台镇的GDP啊 在2020年就破了千亿了 所以说啊 像茅台这样的小镇啊 在全国呢 可以说是掉达90%以上的县城 县城没有太厉害的 这个茅台镇到底有多大呢 我昨天来的时候 开车开了一圈 要开半个小时才能出去 所以说是它的 说是镇的规模 其实这个其实已经具有了县的规模 我们上那个桥上看一下啊 那是为纪念红军四度赤水的一个桥 其实呢 好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 呃 其实在 在可能十年前 或者更久一点呢 山西焚九是老大 然后后来呢 是五粮业成为老大 但是最后呢 那茅台因为这个坚持不屑 一心只抓主业的这个精神啊 不断的拓展创新 现在成为了 百九月的老大 这个木桥真是非常的宽啊 这个木桥 雾木侧的话 大概有个 嗯 七八米左右的宽度 但是大的是木宝 哇 这就是赤水 真的很漂亮啊 尤其下雨天来这里看 我只是想站在高处 然后俯瞰一下这个城市 层栏蝶杖 雾气朦胧 我们站在这里环视一下 看看整条商业街 那边还有那个茅台镇的一个珍节牌坊啊 千年茅台 呃 这块呢 是我们来逛的是 就是说呢 核心的地段啊 因为其他地段呢 有好几公里的鸡啊 基本上全是卖白酒的 这个茅台镇啊 不光有茅台一家厂家 就是个茅台镇 有很多其他品牌的酒业 白酒啊 全在这个镇上 基本上 好几公里长啊 我昨天走过来真感觉好震撼啊 包括现在到下雨天的时候 这个空气里 一股这个酱酱型的味道 你看啊 这个下雨天下面还有人在游泳 带着这个游泳飘 这边还有个茅台镇口啊 这里可以坐船 现在应该不能坐船了 取消了这个航班了 水运航班啊 走上来才发现啊 这个镇口原来是当年 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一个镇口啊 2006年呢 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茅台渡口纪念碑 这边呢 是一个茅台渡口的这个 纪念碑啊 10碑 这个又11.7米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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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